通常是国内的消息 今年冬季联盟的中职联队 是由中职的顾问大国郭元智来担当总教练 而他最关心的是选手的心理层面 对 他过去在日本也待了很多年 那分享经验之后呢 也希望子弟兵能够在冬联培养出正面思考能力 另外他还有个理想 就是希望透过冬联的交流 能够打造出属于台湾的棒球风格 亚洲冬季棒球联盟迈入第二年 除了台湾 多米尼加 日本 今年还多了南韩球队 一共四支队伍的选手要在接下来一个月 以赛代训磨练球季 中职联队的总教练大国郭元智 对阵中的年轻好手充满期待 而且特别重视他们的心理层面 就是一直鼓励他们 就是说不要这样用负面来去思考 还有在失败或输球的时候 不要泄气 你只要说平常你们已经练得已经够了 对不对 如果说结果不要论成败 就是说你尽力就好了 在大郭教练的带领下 中职联队的气氛相当融洽 虽然才练球短短三天 球员们就已经有许多收获 他还蛮亲近的 因为没有那种 感觉有这种教练跟选手那种距离感 其实他私底下跟球员的相处还蛮融洽的 那他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人 这只是在球场上还比较要求精神 还有那个态度 大郭教练也期待 这些潜力好手能把握冬季联盟 向不同背景的教练队伍交流学习 打造出属于台湾的棒球风格 有点TV石森城李爱纯台中报道